哈喽 记得要关注阿普卓 咱们在评论区随机抽一个MG主天使 这个是上次在开仓的时候给大家买回来的 另外如果点赞超过1000 这次视频再追加送一个HG的GTO元祖 大家努力 接着咱们回来说 这款模型是老的MG强袭自由 这个是买家也不知道是找淘宝哪家买的 进行了一个板喷 然后交到我这边去做 因为这个是老模了 所以说肯定是没有隐藏水口的 会比较明显 但是比上一期的菲尼克斯要好很多 一个是水口要细一点 一个是这个水口 它不像 如果说菲尼克斯是开在脸上的话 这个水口顶多是开在下巴上 而且弄成了黑色和红色以后 用军事的马克比补色刚好 比较完美的一个补色 所以说这个水口对模型的影响就不会很大 接下来咱们来看一看模型的细节 首先咱们看看漆面 这个漆面乍一看还是可以的 光泽黑以及这个电镀金 以及这个电镀红 主要是这三个颜色 有一点说的就是日常光下 新的时候没有感觉漆面怎么样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强光下 就稍微强光一点 这个强光下 感觉这个有点脏脏的这个黑 就是说不出来 有点脏脏的这个黑 就黑的脏脏的这种感觉 然后另外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还是可以看到这个别地方 会有这个漆面不平整的问题 还可以看到有些地方会有这个灰尘的颗粒 应该是在板喷的时候给喷到里边的 比较显眼 另外还有一些地方虽然不明显 但是可以看到是有一些橘皮的 因此黑光泽的这个漆面 就是日常光下来看还是可以的 但是在这个强光下来看的话 问题确实比较多 金色的这个地方 其实大体上还OK 这个金色就是那种土豪土豪的金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喷的颜色不均匀 比如说手的这里的金和这个胳膊肘 大家可以明显看到 这个手这里金要更黄一些 然后这个电肚红可以说是喷的不错 整个这个光泽度 然后什么的都还是不错的 所以说整个的这个漆面里面 红色算得上是效果最好的 其次是这个金色 然后再其次是这个黑色 这个配色 我不知道大家喜欢不喜欢 我是觉得这个黑红的这个配色 稍微有一点那个丑 我觉得可能主红附黑会不会稍微好一点 这个黑红的真的是黑压压的一大片 什么细节都看不清了 而且这个漆面非常非常厚 而且特别特别油 就有油腻油腻又厚的 然后这个厚漆面造成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这个 有些地方会特别挤 紧到让你就是这个怀疑人生 然后有些地方又会特别松 因为它这个卡榫都会喷上厚厚的漆了 所以说它有时候摁进去 PSG就弹出来了 摁去PSG就弹出来了 然后这是组合度上面 直接让这个MG的这个腕带模型 跟这个国产的模型有一片 这个组合度直接下降了很多 基本上拼这个模型 这个大力金刚指和这个扩孔 都是免不了的 我第二天拼完这个模型 我这个手都是胀痛胀痛的 另外呢 其实这款MG清洗自由 在这个大腿根部 还有像这个翅膀 都有一些这个联动机构的 但是由于它电镀筋的分件 就是用来做成内构这个分件 它漆太厚了 太滑了 所以说这两个这个连动 腿那一块几乎是 由于太厚 它几乎是扭不动了 然后翅膀的这个联动结构 由于它特别滑 所以说里边的联动机构 已经是不运作了 所以说整个这个模型 其实做完喷肚以后 无论是组合度 还是松紧度 就有地方该松的紧 该紧的地方又松 模型的一些个联动 然后包括这个把玩时候 各种掉件都会严重非常非常多 很多地方都是 几乎是很难组装到一起的 都是那种感觉了 就是胜水都很难站到一起 就比如说那个翅膀尖那 你用胜水站 它有时候它都开始会脱胶 必须要按很久这种 才能就是防止它给脱开 它劲儿实在是扭力实在太大了 总的来说吧 找这个淘宝代工来做这个电镀 它可以说是整体效果还算可以吧 然后这个肯定是 可以满足这个改色玩家的这个需求的 自己没法喷气啊 我觉得对这部分玩家来说 至少改色的需求是满足了 但是对这个模型的伤害 也是比较毁灭性的啊 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是找这种 这种模型 找这种喷肚模型的话 尽量找 尽量找这个不把骨架给做成 这个各种各种 这种喷肚模型的话 我留下来说是满足的 我留下来说是满足的 我留下来说不得它是满足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GGG的勇者王系列的 一个闪光高达 这是HG的AGE 你喜欢这个呀 既然找到了我新兴电的第一台模型 我希望这款模型能够传承下去 走 把这款模型交到我好大人手中去 黑波 你要这个吗 这两个你要哪个 这是高达 这也是高达 你要哪个高达 这个 你要这个呀 你把不要的给我 这个不要了呀 你要哪个呀 这个多好呀 这是爸爸的回忆 这个多好呀 你喜欢那个呀 嗯嗯 跟爸爸一起拼高达好不好 嗯 跟爸爸一起拼高达 以后给你玩好不好 呵呵 人物关系也太复杂了 还得跟看历史书一样 就了解一个这个 你就跟我说她长得有多帅 然后她是干嘛的就完了 怎么扯出来这么多东西 哈喽大家好 我是老P 坐在我旁边呢 是我媳妇 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给她讲一下这个独角兽 高达独角兽动画的一个背景故事 我老婆是属于那种看动画就睡着的人 就是咱们看到这个打斗场面 咱们会特别兴奋 我媳妇属于是一看到打斗场面 就直接睡着那种人 所以我试一试给她讲这个高达的背景故事 看她能不能听得下去 之前我做过很多高达 你听说过那个独角兽高达吗 嗯 知道呀 你不是做了很多吗 就那个白色那个大哥那个 嗯 知道呀 你是复读期吗 独角兽这个作品 在日本其实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作品 日本的高达文化其实是比较扎根的 这个独角兽小说出的时候 基本上日本的一些上班族 他们就会拿着看 等这个动画出来以后呢 就更火了 所以今天我先给她讲一下独角兽 我先来讲一下高达 这个是为什么叫高达 你知道为什么叫高达吗 高达其实就是用高达尼姆合金制造的一些机器 所以叫高达 我觉得先给你介绍一个背景故事 就是高达UC宇宙的一个背景故事 高达独角兽属于UC宇宙 高达这个作品好多宇宙 CE啊UC啊什么那些的 然后UC是属于最正统的那个宇宙 就是最原始的那个系列的宇宙 你听懂了吗 嗯 最原始的宇宙 然后呢 在UC里边主要是两个阵营在打 一个是联邦 然后一个是吉翁 吉翁你听说过吗 嗯 吉翁 補久树是吉翁 联邦相当于是联合国 就是地球圈的联合国 就是地球上各个国家联合起来 叫联邦 地球的 他就是这部片的女主角 懂了吧 然后呢另外一个是男主角 男主角呢 是一个比斯特家族的私生子 二把手的私生子 就比斯特就是一个大财团的 二把手的私生子 是男主 富二代 懂了吗 就是因为他妈在那个大财团里边 受不了那些纷争什么的 他就出来了 带着儿子出来了 也不应该叫私生子 反正就是出来了 就不是正统的那个 也不是正统的 就不是在家族里边长大的一个孩子 唉 只是会觉得这个独小兽挺帅的是吧 他们也不知道这独小兽是怎么来的 有的人知道 有的人不知道 来我给你看啊 这个就是那唯一的那个公主 就是扎比嘉 剩下唯一的那个血脉 就是女孩 是 是他带的儿子跑的 不是他带的儿子跑的 带儿子跑的是男主他吗 这是女主就是串辈的你知道吗 你这俩不是一辈的 然后刚才那个是男主 那是男主叫巴纳基这个 挺帅的呀 他跟独角车是啥区别 啥的关系 他是独角车的驾驶员 然后呢 这个女的是在这个片子里 她自称叫奥黛丽一开始 奥黛丽赫本的奥黛丽 然后她的原名叫米涅瓦扎比 人物关系也太复杂了 还得跟看历史书一样就了解一个 你就跟我说他长得有多帅 然后他是干嘛的就完了 怎么扯出来这么多东西 比斯特家族还是得稍微说一下 因为他跟这整个剧情是有关的 啥剧情啊 就跟这整个剧里边是有关的 就比斯特家族为什么发家 他为什么能变成一个特别富有的一个财团 是因为在有一次那个有一个暗杀行动里边 然后呢他的那个比斯特的那个 当当时的那个当家的 当时还不是家族呢 就是一个当家的 然后呢把那个联邦有一个 有个东西给抢过来了 那个东西可以威胁联邦 然后他就反过来说 我就是他反过来用来威胁联邦 但是他也不要什么权力也不要什么的 他就说你们一定要扶持我的这个企业 然后他的企业就是开发这个机动战士的 嗯 然后呢那个 然后他通过开发这个企业这机动战士 然后他就留了一个叫做元祖是RX78嘛 然后他们自己又做了一个RX0 就是独角兽 就是你看就是 你看那编号78什么什么的 78是啥呀 78是编号 RX78是编号 那独角兽是第一代 这就是我就觉得日本人比较中二的地方 就日本人他有时候这个系列排着排着就飞到那个零 就你看零是战机 二战时候日本有个零师战机 那零前面是什么呀 独角兽是前面是啥呀 独角兽前面是78他们 78是啥呀 78是元祖高达 就是最早那个才高达 但是那个高达轻人已经排到78号了 RX78号 78-2 就是 还有78-3 元祖后面就是独角兽 还有79 没有后面还有79 还有什么一直往后排排好多呢 然后排着排着排着 然后到独角兽这儿 这个编剧就觉得 我这个系列要重零 重零重新回归 然后很 而且零一般很屌的感觉 在日本他们觉得零很屌 0很屌 他们觉得 然后独角兽就 就RX0了 比斯特财团就准备了这么一台独角兽 然后这台独角兽是专门为新人类开发的 新人类 它竖不起来 它没有这个指定 因为你战场中用不着竖中指 但你新人类 其实我只要心里想 竖中指 它即使就竖中指了 就可以给对面一种精神打击 你知道吗 就像这种事是人类做不到的 只有新人能做到 懂了吧 然后就说 这个女主为什么和男主相遇 就是女主 她是扎比加唯一的幸存者 她是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的 这个女主知道 就是她的那个 不是那个秀章的那个组织 就是急翁的 新急翁的残党 要跟比斯特财团做一个交易 就是说要把这个拉布拉斯之河 就是之前比斯特财团 威胁联邦的那个拉布拉斯之河 交给新急翁的残党 然后新急翁残党 有这个东西 就可以挑起战争 或者说就有一些 这个具体就稍微有剧透了 反正就是 他哪里跟专业女孩 连到最后在一起了 我跟你讲战争呢 没有讲他俩爱情的事 那些 女主是过来防止这个东西移交过去的 虽然说她也是新急翁那边的人 新急翁残党那边的人 但是她不希望引起战争 然后她其实是暗中来阻止这个事的 但是呢 因为暗中阻止她 这个路上遇到了一些事情 她就只能自己过来了 自己过来 又人生必不熟的 正好碰上男主了 男主又特别热心 主要是这个女主 他比较是这男主的菜 对 所以说呢 就带着她了 你找我们家是吧 你找比斯特家 我说啊 然后就去了那种感觉的 那他知道这女孩是坏的吗 更高年龄的人 看着这种动画 就没有绝对的善恶 就你觉得这个人是恶 他有可能是善 那就站的立场不一样 对 然后这些都是背景介绍啊 男主在在帮助这个女主去见 比斯特财团的时候 你别打哈欠了 带女主去见比斯特财团的这个 阿当家呀 大当家的时候 又发生战斗了 嗯 然后男主就不得已 从他父亲手中 接过了独角兽高达 就是开独角兽高达 不许打架了 听懂了吧 最后的独角兽的 所有的操控 就是她来完成的 对就是她来完成的 那就女孩在干嘛 去完成她的政治目标嘛 联邦下面 单独与成立一个脱离 联合国 然后呢 那个老大的 儿子 跟他妈 跑了 后来呢 他的儿子又回来找他爸了 在路上呢 遇到了一个女孩 给带回来了 后来呢 他继承了他爸的独角兽 可能我没跟你说清楚啊 就是那个 要从来是联邦那边的 一个财团 嗯 然后这男的也不是去找他爸 这男的是正好 在这个卫星上面上学 嗯 然后正好女主就正好碰着了 然后他俩就阴差阳错的 回他们家了 嗯 所以呢 他这个扎比独角兽 听说这个虾压的克隆人 要去搞到那个 拉普拉斯之河 跟联邦去去打仗嘛 他要阻止战争 然后所以才去找 比斯特财团的 懂了吧 明白了 对 然后呢最后 然后就是正式的剧情 就没就没必要跟你说太多了 但你就记着 你已经说了很多 啊 你就记着有一点 然后反正就男主开这个独角兽啊 是这个独角兽 是一个提前设定好好几个坐标的 嗯 就是以如果是有一个真正的新人类 就是这个男主就是个新人类 就是new type 如果有真正的一个新人类 而且男主是属于在这个动画摄影里边是很强大的新人类 男主如果说顺着一个新人类如果承坐着独角兽 顺着这些坐标走完了以后 目睹了这些个地方了 然后这个新人类脑中就会觉醒了 目的就是找到拉普拉斯之河 就是就是那个你别看女主他们过来找拉普拉斯之河还怎么着 但是拉普拉斯之河在哪只有彼斯特财团知道 然后彼斯特财团又不说 最后就只有独角兽知道 然后男主就开始独角兽 然后联邦一向找拉普拉斯之河在哪 因为联邦他觉得这是他的把柄嘛 然后呢那个心急风就不说了 因为他跟他打仗嘛 都来找一个拉普拉斯之河 然后就两边都抢着让男主去找 然后男主就一路找找找找 然后就找到最后 这个期间其实有一个那个男二你要听吗 不听 然后呢就说到最后了 然后男主呢就是顺着这个这个坐标啊 最后找到了这个拉普拉斯之河 然后呢你就想啊 就是两方都在争的这个 你说联邦把它视为这个是一个把柄 这是联邦的一个把柄 新急风的参党觉得这是可以推翻联邦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告诉你这个东西是什么 是一个宇宙宪法 就是殖民地刚成立的时候签署的一个宇宙宪法 宇宙宪法里边有一条让联邦给抹去了 我告诉大家 这一条是什么没那么重要啊 但是我告诉你为什么联邦怕 因为联邦抹去这一条的这个动作 联邦不让人知道 就因为他从宪法里边抹去了一条 就好像他在隐瞒什么 新急风的参党就想把他把联邦抹去这一条的事公之于众 就说联邦在骗你们 但新急风的参党也不知道这条写的是什么 联邦抹去的这个宪法 你猜他抹的是什么 不知道 就是那个什么宣布那个独立了 谁独立了 就之前要闹独立的那个 那不可能啊 写这个宪法的时候 就是说那闹独立的那些基地那帮人都没出生 都可能都没出生的 都可能都没出生的 或者说都没长大的都没当中的 一百年前的事 然后那条宪法写的就是 如果未来发现了新人类 要积极的让这些新人类参加到决策层 就是高层管理里面 就是联邦的高层管理 那他们肯定是不要新人类参与进来 你觉得为什么呢 那这样的话新人类就直接就那个他们了呀 那个他们 就直接宣翻他们 就占领他们了呀 为啥呀 掌控他们了呀 为啥呀 那新人类有那个智慧呀 就新人类更聪明是吧 对 其实就是联邦一直以来的政策 都是打压新人类的 就是这里就是顺便跟你说一句 就阿姆罗 你知道这个角色吗 不知道 阿姆罗就是开初代元祖的那个主角 就是高达系列第一个主角 阿姆罗 然后也是高达整个系列里面最有名的一个主角 然后呢 他是曾经在一年战争 就是一年时间之内 一个人击落了140多台敌军 就在这个高达宇宙的这个世界观里吧 你击落十个敌军 你就能就是光宗耀祖 你知道吗 他一年击败他一年击坠了140多个 那么厉害 对所以说他开那机子 你望元祖 你还记得长什么样吗 就身上是蓝的 然后腰是红的 然后有些地方有黄色 然后整体都是白色的 你主的四肢那个 就是很圆 不圆润 方个拔机的 肩甲很圆润 肩甲也不太圆润 反正就是一个白的白 我为什么跟你讲这个 对 然后就是 然后就是联邦就是怕 就是阿姆 哪怕是阿姆罗这样的英雄 英雄 是新人类 他是新人类 阿姆罗是个新人类 联邦都不敢给他好机体 就后来研发出那些 全部精神感应框架 那些机体什么的 都不敢给他开的 就阿姆罗后来都给他开一些 像什么第一节呀 像林格斯呀 这些就是没有精神感应框架的机体 给他开 然后直到他自己拿到了他自己设计的 牛高达 新人类还会什么各种 那个脑电波交流 在宇宙里面脑电波交流 然后就是 而且这个高达里面 还有特别有名的宇宙女鬼 就是这个 女的牛太夫在宇宙里面死 就就就他会在这个宇宙里面裸 然后到处跟人交流 到处给人 给人什么 就是联邦联邦就啪这玩意 你知道吗 因为就相当于是 你亲就是你亲眼看见了一个 比自己更厉害的东西 就比如说人类制造了AI 他肯定要先限制AI 假如说以后出现了高智慧AI 人类肯定要告诉他 你不能伤害我 这是第一条吧 你不能伤害人类 就包括了新人类 新人类其实就是比 AI其实就是未来 AI一定是智商要比人类要高的 人类一定要限制AI 他不可能让AI去当高官 那不就完了 然后新人类也是这种感觉 就新人类肯定要比人类要聪明 所以人类要限制新人类 不让他当高官 但是其实呢 在这个宇宙宪法里面 最后一条 写的就是如果出现新人类 就让他就让他积极 让他去参与到政治活动当中 其实就是希望 就是希望人类通过 新人类的参政啊什么的 慢慢的把人类慢慢的就是 接纳新人类 然后让人类整个都升华一下 那种感觉 确实是一个美好的愿景 但是会有很多问题 说句实话 作为一个政治的一个宪法 写这个挺大胆的 如果观众就一看到这个 就是这个动画啊 就是当时OV是播了六部吧 还是一年一部 这就是就反正不就播了很久吧 然后呢再加上这动画 后来这个动画是二十多集嘛 后来是OV改的动画 就是感觉观众就看了很久 结果就告诉他 这拉布拉斯之河是什么呀 大家都以为比如说 什么特别厉害的武器 就比如说这个这个 这个新级翁残党拿到了以后 就可以灭了联邦一种 特别厉害的武器 纠集战争的武器什么的 还有是这个 结果就是一条宪法 就好多观众就不能接受 就觉得就一条宪法 你们这演了那么多集 就跟他打来打去 就算啥呀 但其实呢是联邦 就是疾风是想利用联邦 隐藏这条宪法的这些事 去攻击联邦 就像我出师有名了 联邦你在 因为新人类都是宇宙里边诞生的嘛 就是联邦里就是在特意排挤 我们宇宙居民 我刚刚说了 就是疾风它只是一个 殖民卫星里边诞生出来的东西 疾风 然后呢几个卫星还没都去跟他 就有好几个不是殖民卫星吗 都没跟他在一条战线上的 就有些是有些不是 如果说这条一推翻了 那宇宙人民不就全都支持疾风了吗 联邦就要跟整个宇宙去 去对对抗了吗 就会会有不利吗 就是疾风 其实就是这个这个动画 其实主要讲的就是这么个事 争这个拉布拉斯之后是为什么 这个虾亚的克隆人 跟这个男主 后边各种穿越宇宙 然后穿越各种空间 然后穿越历史的感觉 回溯历史什么 就感觉特别神棍 特别变波的一个结尾 所以有好多观众都不太能接受 但是前面呢 他这个无论是作画呀 无论是战斗场面的描写呀 然后无论是这个音乐什么的 音乐是泽也红之写的 泽也红之就是他特别擅长写这种 特别恢弘啊 然后特别热血的这些音乐 所以说你看有时候你刷抖音什么 都会刷到他的音乐 其实这都是他写的一些个 就是比较比较 动漫比较有名的音乐吧 所以说独角兽 其实他主要是火在 就是这些方面他比较火 然后真正剧情后边那会儿 好多人都在骂 就是包括其实我也是 做这期视频的时候 我查了一些资料 我才查明白 这到底讲的是啥 其实我自己看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他在讲的是啥 我就给他们吸的呼呼打 我觉得打的好精彩 好精彩 他主要就是很多人喜欢 只是追求他的那种帅 和他那种镜头感 觉得很酷 画面感 他在拥有一个 analysis 他就是看到他 他们在墙与的区别 中文字幕和皆さん 你了解 对 这么说 我 出使用 对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